哈喽朋友们好,欢迎来到米斯英国 本期我们要继续聊疫苗 尤其是我知道很多朋友最近都在犹豫 我到底要不要去接受这个争议巨大的AZ疫苗 也就是AstraZeneca阿斯利康疫苗 今天我打算先带大家去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地方 开始这期节目 这个地方就在白金汉宫的附近 看到这个鸟椅花香 一副英格兰美好夏日的模样 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 没错啊,这里就是海德公园 来这里是想象一个神秘的人物致敬 没有他就谈不上控制疫情 这个人当然不是鲍里斯,也不是女王 他是Dr.Edward Jenner 中文一名叫爱德华詹娜或者叫琴娜医生 1796年的5月 这位英国医生发明的天花疫苗 是世界上的第一支疫苗 他也因此被后世称为免疫学之父 谈到疫情我们不禁会想 像新冠病毒这样的传染疾病 为什么会这么的可怕 短短几个月就把世界搞成这个样子 而疫苗又是如何阻止它的 我知道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 最近都在犹豫 我到底要不要去接种疫苗 到底接种哪种疫苗才足够安全 所以本期呢 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生活在英国的我们 是如何接触这个问题 又最终如何做决定的 从疫情的爆发初期 我们听说并且慢慢熟悉了一个词 R值 在完全不进行管控的情况下 新冠病毒它的R值是2到3 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那么接下来它会传染给2到3个人 听起来好像不太严重 但是第二轮呢 它就会变成3传9 9传27 接着就是81 243 无限扩张下去 在我们这些普通民众听起来呢 好像没有那么可怕 可能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 都不太能在第一时间计算出这个指数增长 以及它最终的可怕数字 因为在刚才的基础上呢 再传播12轮就会有超过50万人中招 再加不到3轮 病毒就会覆盖整个伦敦 再过5轮 整个英国就会被吞没 而每200个人当中 就会有一个人而因此丧生 那在英国 这场疫情所记录的开始是在哪里呢 2020年的1月 约克大学一名留学生的父母 从湖北来到英国 成为全英首例的确诊病例 从这之后的15个月 英国共有441万人被感染 12.7万人失去了生命 成为这场大流行的重灾区之一 毫无疑问 正是迄今为止 本世纪英国乃是全世界最大的灾难 这个杀伤力强大的病毒 是如何传播的如此迅速的 如果把这个传播呢 想象成是森林里正在发生的一场野火 或许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它会如此的来势汹汹 当森林中的一棵树着火时 只要发现及时处理妥当 要灭火还可以说容易 但是当它蔓延开来 从局部到形成一定的规模 灭火变得越来越难 要阻止与无能为力 到最后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 完全失控 仿佛这场疫情的演变过程 哦对了 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 是加州大火的画面 而这场火灾 它的起因 是一场婴儿性别揭秘的 一个派对引发的 这个活生生的案例 也再次告诉我们 千里之堤毁于已炫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能根除病毒吗 我们回到野火的这个比喻 要阻止火势 一种有效的办法 就是砍倒周围的树 没有了燃料 它就没有办法继续蔓延 也就是形成所谓的防火线 那么新冠病毒传播的燃料 是什么呢 人 我当然不是说 要消灭掉人来阻止这个传播 这疯了吗 而是指通过隔离人 切断这个病毒传播所需的燃料 理论上行得通 对吧 但实际上这么多的国家 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 告诉我们 它不太行得通 撇开人是社交动物 这个天性不说 世界上的大多数政府 它没有也不可能有 这样绝对的权利 来限制人的自由 它也不是个长久之际 除非你涌不开国门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要怎么样才能毁掉 病毒传播所需的燃料 科学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没错 那就是通过接种疫苗 来控制疫情 疫苗本身不是个新鲜事物 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了 1796年秦娜医生 就把它引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但它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 才会有这么了不起的魔力 那我们首先要谈一谈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是一个由你体内 不同的细胞 跟蛋白质组成的巨大网络 它们相互协调 以保护你的身体 免受外来入侵 当像病毒这样的坏人 攻击你的时候 免疫细胞就会行动起来 进行反击 一旦你的免疫细胞赢得了这场战斗 它们就会产生抗体 这将有助于更快的识别出谁是坏人 并且记住 如果将来坏人再次入侵你时 如何更有效的击退他们 这就是我们获得免疫力的方法 而获得免疫力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你可能会出现 像发烧 流鼻涕 肌肉酸痛等流感症状的原因 但这些症状并不是流感引起的 而是你的免疫力系统 在抵抗病毒的时候引起的 在不让你生病的情况下 触发你身体的抵抗系统 这正是疫苗希望实现的目标 更通俗的话理解 接种疫苗就是要一举两得 既保护你免受病毒感染的危险 还要消除这个病毒传播所需的燃料 阻止你成为进一步传播的中间人 但是要研发一种既安全又有效的疫苗 它就需要拿捏好这种效果的分寸 什么意思呢 如果效果太低 你就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免疫力 来抵御真正的坏人 但如果效果太高 它又会像真正的坏人那样伤害你的身体 所以它要寻求一种平衡 在科学界呢 他们把它叫做 Goldilocks Effect 金发姑娘原则 意思是指 凡事虚有度 好比这个概念本身的故事一样 汤不能太热 也不能太冷 床别太硬 也不能过软 一切都要刚刚好 This bed is just right 所以咱们看病吃药 接受各种医疗干预 总是避不开 有效性跟副作用 这两个总是成双成对出现的效果 有好处就会有风险 疫苗也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呢 在英国大范围接种这个阿斯利康疫苗 它在欧洲引发诸多纷争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它有一个传说中 让人闻风丧胆的副作用 那就是听说打阿斯利康疫苗会死 从这些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来看呢 让人死好像真的是 阿斯利康疫苗的副作用之一 那我们就要问了 既然事关生死 为什么MHRA EMA还有WHO这些监管机构 还要为这款疫苗站台 坚称这款疫苗安全有效 而且接种力大于弊 为什么有的国家暂停接种 有的国家限制 而有的国家却完全批准 最主要对于我们个人而言 如果有机会 我应该去注射阿斯利康疫苗吗 决定权当然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上一期呢 关于英国跟欧盟的这个疫苗之战当中 我也提到 我先生呢 他去接种了疫苗 而且接种的呢 正是阿斯利康 打之前我是非常犹豫担心的 但是我很快呢 就从这个谈死色变的心态当中 冷静了下来 说白了 即便是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呢 生老病死也是人生常态 所以我觉得在特殊时期啊 面对这种关于死亡的报道的时候 我们应该更加客观 小心谨慎的去看待它 问题的关键在于 我们需要了解 目前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之后的死亡案例 是不是真的由这款疫苗导致的 而关于这款疫苗 它的风险跟好处 客观事实 又到底是什么 回到阿斯利康有问题的副作用上 现在呢 我们都听说这款疫苗 它打不得 因为它有问题 那这个问题具体是什么呢 是说这款疫苗 它可能与某种特殊的血栓有关系 它被称为CVT脑静脉血栓 这种特殊的血栓有多可怕呢 它阻碍血液从大脑流出 导致内出血 严重肿胀 死亡率呢 高达20% 也就是每5个得了这个病的人当中 就会有一个人死掉 听到这儿 你是不是又着急了 那还打什么阿斯利康疫苗啊 你居然还让你先生去打 别慌啊 不妨听我继续分享一下 要理清哪些关键问题 才真的帮助了我们 做出了进一步的判断 要问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 因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而导致这种特殊血栓的风险有多高 英国跟欧盟啊 目前已经接种这款疫苗的3400万人 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风险的数据参考 每10万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出现这种特殊血栓 它的人数呢 是0.5 如果按年龄组细分 越年轻 它的风险就越高 从60到69岁的每10万人中0.2人 到20到29岁当中 每10万人1.1人 对比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在英国交通事故的死亡风险呢 是每10万人2.9 法国是5 美国是10.6 中国是18.8 显然这个风险要远高于 你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之后 得罕见血栓的风险好几倍 但你也不会在日常生活当中 看到大批的人 对于马路跟交通工具文风丧胆 没有人吵着要拒绝 因为大家知道它们存在的价值 在这里呢 我想强调再强调 我无异于去弱化 接种这个阿斯利康疫苗的风险 但是我有异于和大家去分享 如何客观的看待这个风险 我们也才能更加客观的看待 它存在的价值跟好处 那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问题 OK 我承担这样的风险 回报是什么 剑桥大学的Winton Center研究中心 拿出了三张图表来说明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它的风险跟回报 阿斯利康疫苗的效果之一 是降低了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的 重症发病率 在三月份 这样一个英国确诊人数 急速下降 疫情相对得到控制的时段 每十万人接种疫苗的人当中 阿斯利康疫苗阻止的ICU住院人数 从老年人群体的14.1人 到年轻群体中的0.8人不等 如果我们倒回到二月份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好处 会更加的明显 再倒退一个月 回到一月份 那个时候英国呢 正达到第二波的高峰 如果那个时候接种阿斯利康 它的好处会更加大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EMA的官方声明当中明确表达 接种这款疫苗 它的好处要大于风险 所以事实上呢 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风险跟回报的计算 这三张图呢 也让我们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也就是疫情爆发越严重的时期 你接种疫苗 你的好处就越大 所以不同的国家跟地区 也应该根据自身的决定呢 做出更理智的决定 而不是只盯着风险看 而不提此时此刻的疫情 它可能带来的更大的风险跟灾难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理解 欧盟有些国家 其实在这波疫情当中局势不妙 正是水深火热 但却依然专注在这个风险上 插一句 我真的很喜欢剑桥大学 这个Winton Center 他们这个口号 翻译过来就是 告知而不是说服 就像这三张图片一样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事实跟数据 至于如何看待 是否接受 怎样决定 那就交到了我们自己的手上 那么这种风险是阿斯利康疫苗独有的吗 如果我基于风险的考量 然而选择不打阿斯利康 我想考虑其他的 比方说带有光环的 人人都爱的辉瑞疫苗 是不是就意味着足够安全呢 要探讨阿斯利康跟像辉瑞这样mRNA疫苗 它的风险孰高孰低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先介绍牛津大学精神病学的哈里森教授 他最近刚刚发表了一篇寓影稿文章 比较了阿斯利康疫苗 和像辉瑞莫德纳这样mRNA疫苗 它的血液疾病风险 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篇寓影稿 意味着它还没有完成同行评审的过程 但是如果最终发现这篇文章存在严重的错误 那对于哈里森而言 它在学术界的也是名誉大损 当然你可以对此持保留意见 那么哈里森的这篇文章 值得我们关注的关键发现是什么呢 前面我们提到阿斯利康疫苗 让人恐慌的副作用之一 是它可能与CVT这种罕见的致命血栓有关 正因为罕见为了合理的对比风险 哈里森教授深入研究了来自多家医疗机构的大数据 总共8100万患者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数据 在正常的情况下 每两周的时间里面 每100万人当中会有0.41例CVT病例 而根据EMA也就是欧盟药品管理局的数据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之后 得CVT的它的风险是每100万人当中有5例 所以EMA据此认为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和CVT风险增加之间存在潜在联系 但是如果你拒绝接种疫苗 但是又不走运的感染了新冠 那么你得了新冠之后 得CVT的风险要高达百万分之三十九 5比39 很惊喜地告诉我们 如果你害怕这种致命的血栓 那么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明显是在降低你的风险 这是阿斯利康疫苗 那么MRNA疫苗呢 每100万人当中接种了辉热或者是莫德纳这两款MRNA疫苗人当中呢 就有4.1例CVT病例 前面我们提到阿斯利康的这个数值是5 在统计学的分析上呢 阿斯利康疫苗和MRNA疫苗在CVT的风险上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有点惊讶是不是 还有更惊讶的事情 有另一种听起来也吓人的含眷血栓 却没有被放在此次疫苗纷争的媒体聚光灯之下 那就是PVT门禁脉血栓 它呢会减少我们的消化到进入到肝脏的血液量 死亡率与CVT相似约为18% 与CVT类似 PVT它的风险呢 也是在新冠患者当中显著增加 每100万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患者当中 就有436.4例PVT病例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得PVT的风险呢 是每100万人当中1.6例 霍瑞和莫德纳呢 是每100万人当中44.9例 44.9比1.6 风险明显高于阿斯利康疫苗 我要强调啊 我无异于把MRNA的这几款疫苗 也托入到阿斯利康此刻正深陷的这个泥潭当中 就血栓这个罕见的副作用问题 对比的这三款疫苗 目前都被EMA这些监管机构呢 认为是同等安全 而非都不安全 或者说谁更安全 但是看到这两张图呢 我不禁想停下来 并且想真诚的问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只有阿斯利康疫苗受到这样强烈的关注 再次借用野火那个比喻 当病毒像野火一样蔓延的时候 恐惧也是一样 即便它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恐惧 一旦对疫苗存在怀疑 尤其是一款受到关注跟期待的疫苗 那就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恐惧的效应一旦被放大 就像野火一样 没有人愿意停下来 冷静一下 稍微想一想 诶 它真正的问题跟原因是什么 就像这位美国流行病学家所说的那样 这就是我们的冠状信心 如果我告诉你 冠状疫苗或是疫苗 是专业专业专业 然后它在网友上 突然会有很多人说 看我拿了那一种疫苗 或者我拿了那一种疫苗 然后看我看什么 但目前呢 这么多款疫苗 为什么独独只有你 AZ身陷危机 沾医生臭狗屎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回答 它可能是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造成的局面 也许是英国跟欧盟之间的矛盾 毕竟刚分了手嘛 也许呢 是欧盟跟阿斯利康之间的纷争 上期呢 我们详细八卦了 他们之间这场是非的来龙去脉 而这件事情最新的进展呢 使欧盟正式将阿斯利康告上了法庭 就疫苗供应的问题 要跟他打官司 双方的矛盾呢 显然是在继续升级 而这些负面新闻呢 其实已经跟这款疫苗 它的有效性跟安全性 没有太多的关系了 纷纷扰扰当中呢 我们唯一确定的就是 公众的信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也有可能是因为阿斯利康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疫苗供应商 就像他的高管所说的那样 树大招风 这款疫苗的信任危机 始于欧盟并在全球蔓延 而深陷这场疫情当中 已长达一年半的我们中的很多人 早已经疲惫不开 以至于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 其实我们此刻还身处在这场 还没有被控制的野火之中 这是我先生去接种疫苗的时候拍摄的画面 让人很是感触 因为英国疫苗接种人数 在短时间内飞速上升 也有赖于千万个这样的个人 无论是老弱 意识到只有个体行动起来 承担疫苗可能带来的风险 才能形成真正的屏障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但与此同时 还有另外一群群情激昂的人 画面当中这些不戴口罩 不保持社交距离在牛津街的抗议者 是坚定的反对疫苗接种的人群 这帮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挺好奇的 不如咱们以后聊一下吧 好了 关于我们对于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想法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你呢 现在轮到你接种了吗 如果有的选 你会选择接受哪一款疫苗呢 如果没的选 你会怎么做呢 还是你本身是一个反疫苗者 欢迎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想法 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 迷思英国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